这里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遗忘的山村 现在这条小船就是静村的唯一交通工具了 每年雨季来临都要被迫与世隔绝 村子坐落在上头和静岸交界的山窝中 由于交通不变 村民早早的在30多年前就陆续帮迁 幸好摩托车可以上这条小船 静村路上上路区区 太久没有外景到来 原来就不平整的山路 因为雨水的冲刷更加寸步难行 半路上有看到樱花公路准备的设备 也丢在路的两边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山村一条光明的大道 以前还有看到电信杆 现在连电信杆都消失了 这边这个门锁住了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挡住一些牛啊什么 不用过来 进窗了不管了 等一下出来再给他扳好 一下 这边就是刘西塔进村看到这边种了很多辣椒 进来到这里了 没有怎样 不知道 唯一在这边守村的那位大叔 还有没有在这边 以前来这边的时候 这条路 还是新的 太久没有人走了 已经是荒草一片了 已经是荒草一片了 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印象 去年有带了很多位朋友来这个村子 看完那位唯一的老人 他的房子就是在这里 但是你看门户紧闭 估计是没在这个地方了 整个村子的现在是当在会来会成 那个大叔去年来这里 他要是住在这间房子 门锁紧闭 这边有个锁头 这里还在滴着水 这个水龙头关不紧 刚刚冲出来 一堆黄土 很久 很久没有人来了 要不然放出来的话 不可能说是一堆黄水 这个是山泉水 在山村的话 这些饮用水是用之不尽的 这个是什么都 4点几乎 不 下山 看他背后 哇 黄土出了老式 门锁了 好嗎? 那我給狗動嗎? 夢城,不敢要你給他嗎? 不敢要你給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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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我爬開 這頂來放爪,你給我看 這頂來放爪 很熟嗎? 好 快點吧 快點吧 怕我還要幹嗎? 怕我還要幹嗎? 沒沒沒 我還要給你鼻水一下 哈哈哈哈 劉西堂位於街陽會來會城鎮 整個村子我查詢過有30來戶近200來人 除了每年幾百仙人和特定的日子會回來之外 基本上只剩下一個人居住 可以說集村長 書記村民一一生 可能大家會覺得一個人無據無數很舒服 試問一個以說會脫鉤的人會是什麼樣的心態 除了我和近山的大師們碰碰面 當然 這次來到劉西堂 並沒有看到那個守村人 他會不會也幫走了呢? 寂寞的山村 最後會不會回歸大自然 村民們還會回來居住嗎? 我想會的 但不是現在 唉 視頻製作不易 看到這裡的兄弟姐妹們 用你抱著手指點個贊吧 哇 外面就下雨了 局部大雨啊 局部大雨啊 雨好大 聽到這個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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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那個聲音了沒有 哈哈 眉眉一點 你傷那個好幾聲好了 怎麼沒啊 今天沒有切收的 怎麼來就怎麼出啊 哈哈 喊喊出去 沒有了這個沒得了 這個沒得了 這個沒得了 這個醜些 开床 享受两个人的浪漫 我还不是乎到过 走一趁 千夫的爱啊 对啊 趁了 我没为你坐床头 哥哥安三舟 恩恩爱一爱 趁了 我这么开心 反正你也就过来就抢掉了 哈哈哈 哇 惊涂好去 惊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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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新鸡 看得好 美美的 爱